明镜是最好的智幸 山河已无恙 但英雄的英明永不褪色 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精神路程 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点亮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精神之光 我们以最深切的缅怀 追忆那些已深许国的英烈 他们的壮举 犹如一座座封碑 屹立于历史长河之中 不以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他们以无谓的姿态面对风雨 以坚定的信念迎接挑战 他们的信念如磐石般牢固 哪怕风云变幻 战火纷飞 也从未动摇过对革命理想的追求 正是他们 热血与无畏 铸就了家国之魂的万古封碑 他们的牺牲和勇气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尽管时光流逝 但英烈的精神勇存 他们跨越石窟 成为照亮我们前行道路的明灯 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应有怎样的气质 七十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上 志愿军连长杨根斯 用生命践行了英雄宣言 不相信又完不成的任务 不相信又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又战胜不了的敌人 为了坚守阵地 他抱起石金炸药包冲入敌群 与敌人同归于尽 那一年 他刚满二十八岁 现在大家在我身后看法的这幅雕塑 他所展现的就是杨根斯历史 弄视敌方暴击炸药包出入敌群 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形象 杨根斯生于1922年 江苏省太行介人 他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戒暴战争 并且荣获了战斗魔法 战斗英雄和暴飞英雄等荣誉称号 关海战役结束后 他会收集了华东军区一级人民英雄 在这些遗物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他身前阅读过的一些书籍 以及他荣获的一些奖章 那么这些奖章呢 也有很多是他在仲潮作战之前荣获的 也是他历经战火硝烟的真空见证 杨根斯在入朝作战前 就是全军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 1944年 杨根斯参军入伍 次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过数十场战役战斗 在这些天木山的反玩战役中 他首次立功 荣获团战斗模范称号 这仅仅是其辉煌生涯的一个起点 我手上的这张功劳奖状 它长不过十八厘米 宽也只有十三点五厘米 颁发于1948年五月 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 漫长岁月 斑驳了这张功劳奖状的颜色 使它微微泛黄 甚至有些破旧 但是带不走这张功劳奖状 承载的革命功勋 功劳奖状上写道 杨根斯同志 因校风战斗模范 泰安战斗模范 郭里级战斗 评选为团爆炸英雄 经纵队评委会评定 立一等臣民英雄 这张功劳奖状 清晰记录了特级英雄杨根斯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 荣立的部分战功 1945年6月 在浙西天木山地区的反丸战役中 杨根斯在校风战斗 抢占桃花山中英勇表现 战斗结束后 被授予团战斗模范荣誉称号 这也是杨根斯革命生涯中的 首次立功 随后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泰安战斗中 杨根斯又以手榴弹压制敌人火力 再次被评为团战斗模范 1946年10月 郭里级战斗打响 敌任前沿阵地的一座尖部雕堡 喷着火蛇横跟在我军前进道路上 部队进攻受阻 情况紧急 必须立刻实施爆破 团手长决定 由爆破能手杨根斯 使用爆破武器拉雷 来执行全团的首次爆破 因为第一次使用 对于拉雷这个新式武器的性能 连长和战士们的心理都没有底 大家紧盯着前方的碉堡 期待着那声震耳欲聋的巨像 结果 杨根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 先后两次送上去的拉雷 都是雅丹 保护任务接连失败 杨根斯火速跑去营地 借了一枚拉雷 在战友们的火力掩护下 再次冲到碉堡前 他机智地把刚才的两枚雅丹 也放在一起 这次啊 看着拉雷支支冒烟时 杨根斯才迅速返回阵地 激动地跟副排长说 上次到准备冲锋 话音刚落 轰的一声巨响 三枚拉雷把敌人的碉堡炸掉了半边 这一炸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这一炸也有力地证明了爆破武器的威力 杨根斯被部队授予了爆破大王 终于称号 1948年年初 华野一纵开展了评选公勞运动 杨根斯在群众评选中获得全票通过 经华东军区领导机关批准 授予了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光荣称号 后来啊 部队里掀起了向杨根斯同志学习的热潮 1950年9月 杨根斯出席了新中国首届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0年11月 带着战斗英雄的无上荣光 肩负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责任与使命 杨根斯又战斗在了朝鲜长津湖的冰天雪地 杨根斯奉命率领一个牌 二手1071的腰高地 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 在零下40度的极寒天气下 阻击的对象是王牌中的王牌 美军陆战第一师 毫无疑问 这一次阻击混乱重重 接连打退敌人八次进攻后 时间来到11月29号的弧响 炮弹如雨点般弄在阵地上 敌人向小高岭发起了第九次冲锋 一下子40多名美军冲了上来 而此时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斯一人 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后 他猛地站起身 一把抱起十斤重的炸药包 望着靠近的敌人 杨根斯毫无畏惧 这一刻作为爆破大王的杨根斯知道 拉着导火索后 将不再有翻滚隐蔽的保护动作 因为这一次将是他的最后一次爆破 凶恶的侵略者就要占领阵地 杨根斯毅然拉起了导火索 纵身欲下一群 随着震天动地的一生巨像 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 杨根斯的一生 是战斗的一生 是奉献的一生 从贫苦的农民子弟到全军文明的战斗英雄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英雄本色 1952年 志愿军总部追守杨根斯特级英雄称号 命名杨根斯生前所在联队为杨根斯联 忠魂不敏 好气长存 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 成为我军战胜困难 走向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 他穿越历史长库 依旧响彻云霄 在一代代杨根斯联官兵耳畔长明 跨越数十年 进入新时代的陆军某合成旅 杨根斯联传承圣战基因 锤炼圣战本领 弘扬圣战精神 初次完成国际军事比赛 士兵演习 国际维和 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 连队被表彰为全军舰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 荣立大功一次 一等功五次 二等功十四次 三等功二十二次 不断在强军征程上 书写新的云光 被中央宣传部授予 时代凯模称号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石口镇西商村 始建于民永乐四年 数百年来 西商人耕独传家上武众议 在1945年的广北大参军中 仅有九万余人口的广北县 三天时间内 就有三千一百四十五人 报名参军 仅有一千二百多人的西商村 就拉出一支一百二十二人的队伍 而且全部同姓同宫同府 被称为商家联 商建华 今年九十一岁 是商家联 唯一健在的老兵 参加过大小战斗数十次 这一枚枚奖章 见证着他从枪林弹雨的战场 走向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征程的激情岁月 我当兵的时候 你家部队不收 那我就跟家部队讲 我的父亲的广北支队 因为我父亲 我个个是八路军 那我要给八路军 我的母亲饿死 我的弟弟也是 建设生活一个人 我只能找八路军 我是商家联 暂时商家坊 我想我的联队联系经理 为何那么多的牺牺人 义无反顾 父送子 七送郎 兄弟携手 上战场呢 时间回溯到一九四一年 以肯去伟中心的 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 正式形成 但是面临的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既有驻肯立等地的日伟军 经常地扫荡蚕食 又有国民党顽固派的虎视眈眈 周边还不有大量的日伟军的据点 西商村经常受到烧杀抢掠 西商村经常受到烧杀抢掠 西商人民将满腔悲愤化作抗日的怒火 杀鬼子 抓汉奸 送情报 发传单 绝不退缩 西商成了八路军三纵三旅 和广北九区机关秘密驻地 名副其实的堡垒村 但在一九四三年 农历十月二十八 意外发生了 当天晚上 好家据点的日伟军派出一支夜席队 扑向西商村 村口放哨的民兵见势不妙 鸣枪示茧 西商村村长商乐杰 进步人士伤如弊等 仍不幸落入敌手 敌人的淫威 吓不倒英雄的人民 家仇火恨更加激起了西商人 同仇敌忾的决心 一九四五年春节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参军活动 就此拉开 此时 林村周家发出全村参军一个连的挑战书 西商村村长商恩波欣然应战 很快 全村报名青年就达到了一百二十二名 实现了全村参军一个连的庄严承诺 当时报名的时候 人很多 村公所都找不开的 有文兵曾经 也有外甥 也有外甥 外甥人都被我父亲拒绝了 因为上战场打鬼子 有可能回不来 能否和人家父母和媳妇交代 一九四五年的正月十六 是参军青年集体出征的日子 晴朗的天空下 会场庄严肃目 人山人海 当商家连列队走进会场时 人群中立刻爆发出振振欢呼声 和响彻云霄的口号声 从此 商家连三个大字 永远地刻在清河地区人民的心中 把一面熟组 商家连列队 大红旗 亲自叫到我父亲 当时 一片完成 大家起声高呼 干涉你的 把小费子干涉中国去 商家连组建后的第一场硬仗 是离家乡仅百余公里的高清县九湖战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胶着状态 商家连战士勇猛顽强 誓死云归 商宝珠 商明昆 商强明 壮烈牺牲 昨天欢送的锣鼓 还回荡在耳边 今天迎接烈士灵鹫的唢呐 一生生滴血 人生至痛 莫过于此 家仇国恨 永至不忘 抗日战争时期 商家连战士们 先后与日寇作战三十余次 解放战争时期 商家连战士们 参加了解放解难 辽沈 平津 淮海三大战役 渡江战役 金门战斗 从东北三省到南江边陲 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 都留下了商家连英雄闪光的阻尽 这支一百二十二人的连路 四十六人立功受奖 二十六人伤残 十八人为国捐去 1950年 朝鲜半岛 风阴又起 征辰为喜 马鞍为离 商家连十二名战士 又积极响应号召 跨过鸭鲁江 入朝作战 在这场伟大的 保家卫国战争中 有七名商家连战士 血洒江场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 但商家连参军入伍的光荣传统 从未断绝 从西南边陲 到东部海防 从北国边疆 到茫茫南海 从大漠深处 到边关哨所 到处都有 商家连后代的足迹 我是商家连的后代 我是烈士的后代 我不能给商家连丢人 不能给烈士丢人 可以说商家连的精神 永远服务中 激励中 教育中 永远地把我们这个红色基因 在我们这一带传承下去 在如今的西商村 还有着一支 名为西商家连的党员志愿服务队 在黄河防汛抢险 河南暴雨救灾等现场 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这支队伍的青年志愿者们 学着当年商家连先辈们的模样 始终冲锋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勇敢 正义 爱国 爱家的商家连精神 被每一位西商村村民铭记于心 奋力书写 新时代征程上的 壮丽 新篇 八十岁的蒋石林 头发花白 皮肤油黑 个子不高 但神采奕奕 在青山环抱的 米花山红军烈士墓 这位广西桂林市 泉州县台湾镇 台湾村的村民 几乎每天 都要到这里 进行清澡 保持红军墓的干净整洁 是什么 让他如此坚定 蒋石林讲述了 一段祖孙五代 守墓的故事 1934年11月 红衣军团26团 红衣师 先后驻防左翼前沿阵地 台湾村米花山 足迹从北面南下 封锁湘江的 国民党乡军四个市 1934年11月下旬 红军来到台湾村驻扎 红军战士不扰民 用了群众的粮食和柴火 一律按市价付钱 还主动帮着村民 挑水 劈柴 搞卫生 与国民党部队 形成了鲜明对比 村民们也帮红军 磨米 蒸红薯 军民其乐融融 红军深受群众 拥护爱戴 这段平和的时光 没有持续太久 同年11月28日 湘江战役 脚山铺足迹战 全面打响 这场足迹战 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三大足迹战之一 是湘江战役中 历史最长 规模最大 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一场战斗 当时 湘江战役 在飞机大炮支援下 对红衣军团防守的 米花山和虎形山阵地 发动猛烈进攻 红衣军团与湘军 激战三天两夜 战斗空前惨烈 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 给红军战士送饭送水 但终因实力悬殊 红军的米花山和虎形山阵地 相继被突破 共牺牲三千余人 伤亡惨重 媳动电视 编冲 这个地方呢 就是当着红军打架的一个源体 这个源体 这个地方呢 就是当着红军打架的一个击岔岔, 击岔岔岔, 这个地方的防护原体 把红军阵势用的防护原体 这个地方现在这么多年 你看保护的原样 战斗结束后 蒋石林的祖父蒋忠太 带着蒋石林的父亲蒋寿宇 到了一家三四里外 米花山砍柴 在乱出丛中 父子俩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 大的酱油精子 我的爷爷 我护轻到石子山林的砍柴以后 找遗体都血泥泥泥着 那就不应兴了 只有毛族生命危险 就绝地掩埋了 当时也没有拿石子 没有我们卷 那就长长足足 挖个烟鬼 现在你看到这个墓 这里面就吃过红军 蒋石林听父亲说 虽然当时有些害怕 但是一想到红军是为了老百姓 才牺牲的 他们就觉得不能不管 就这样 这片树林中多了一座 威龙的小土包 七位红军的英灵 再次长眠 后来 爷爷蒋中泰因为坚持守护红军墓地 被当地的贵军和土匪迫害 蹲进了大牢 受尽了委屈 年仅四十多岁 就匆匆离世了 变成第一婚宝宝 我农众之前告诉我的护亲 护亲说你要助助攻 教育要拳养 去自己买ners红军 要很好的保护寿 红军是恋不醒里 行兵四指的军队 应该保护访 我的护擎以后就交代我 告诉我 immigration supporting 我一动手之后就带过来了 带我的亲民啊 群姐啊 都来收我的祖父 我的父亲 叫我四子 我的儿子 我的生子 我们一家庭五代 都坚持守护了这个红军墓 蒋诗林接过了守护红军墓的接力棒 年年坚持为红军墓祭扫 平时他也会过来看一看 做些除草和培土的工作 前些年 有些村民想利用这片土地种植林墓 由于担心红军墓被平整掉 蒋诗林多次主动上门劝说 红军烈士墓最终得以保存 当地政府组织对米花山红军烈士墓进行修缮 为烈士墓树立了墓碑 用大理石和青砖修起了坟种 在墓前的道路两侧栽种了苍松脆白 如今 修起一心的米花山红军烈士墓 庄严素墓 蒋诗林说 红军墓前的空地大约是9米宽 代表的是长久的意思 守护红军烈士墓不仅是五代人传承的使命 还将子子孙孙延续下去 守护人守护着的不仅仅是红军烈士的遗体 更是那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那一曲曲英雄史诗 那用生命和鲜血染旧的赤城的红色 那久久飘扬在中华大地上不屈的华夏 中魂 正如杨根斯 商家连和蒋诗林祖孙五代 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故事所展现的那样 英烈们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永至难忘 指引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伟大精神 铭记他们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坚定的前行 将这份不屈的精神星火相传直到永远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正是这些英雄们的精神 激励着我们一往无前勇敢追梦 我们铭记他们 不只是为了回忆 更是为了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化为新时代奋勇前行的力量 铭记是最好的致敬 唯有铭记我们才能更好的传承 才能让英烈们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